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赵丽颖南京线下人气 粉丝 我们不是在追星 是在造历史 南京的早晨 本该是悠闲而宁静的时光 老巫童在阳光下清摇 仿佛讲述着这座城市的慢生活故事 然而 这样的平静却被一个特别的名字悄然打破赵丽颖 并非是晨练人群的骤增 也不是早逝的热闹提前 而是因为她即将在这个城市里点燃一场独特的历日风暴 一位网名为陈希薇露的粉丝在微博上 分享了一张令人眼前一亮的照片 她以秒看视角捕捉到这个不平凡的瞬间 嘿 别只想着豆浆油条 今天南京的早晨 主角可是赵丽颖啊 照片中 尽管时间上早 但活动场地周边已经聚集起一群热情的粉丝 他们或是站立 或是席地而坐 手中捧着各种应援道具 脸上写满了期待和激动 这幅画面迅速在网上引起了热议 网友们打趣道 难道这是楚桥传的粉丝们提前开启了例句模式 随着赵丽颖的到来 南京仿佛一夜之间变成了她的专属力多 粉丝们的热情如潮水般涌来 将这座城市的早晨点缀得格外生动 清晨时分 阳光缓缓升起 伴随着时间的推移 活动的热度就像气温一样 逐渐升温 大约在上午10点左右 原本空旷的场地变得热闹非凡 四周被赵丽颖的忠实粉丝丽粉们围得水泄不通 他们身着统一的服装 手中挥舞着色彩斑斓的灯牌 激情肆意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形成了一幅壮观的景象 有人开玩笑说 这哪里还是在南京 简直就是赵丽颖的私人领土 丽的魅力可见一般 在赵丽颖的光环下 粉丝们的应援创意层出不穷 临近活动 他们不再满足于传统的喊口号和举海报 而是发挥出无尽的想象力 有人精心制作了超大的Q版赵丽颖画像 悬挂在显眼的位置 引来了现场一阵阵欢笑声 还有人借助高科技 用无人机在空中拉起横幅 上面写着深情的问候 赵丽颖 南京的等待之为你的到来 科技与情感完美融合 甚至有人组织了现场的例子拼图游戏 邀请过往的行人一起参与 共同创造了一份独特的应援记忆 一位网民为创意无限的网友 在微博上分享了这些精彩的瞬间 并赞叹道 赵丽颖的粉丝们 你们的才华令人惊叹 这哪里是简单的应援 简直是一场创意的盛宴 这条微博发布后 评论区瞬间沸腾起来 网友们纷纷晒出自己为赵丽颖设计的独特应援 从手绘海报到个性MV 各种创意纷至踏来 让人目不暇接 就在这个历日当空的时刻 活动前的温馨小故事也在悄然上演 粉丝们的热情与创意 为这场活动增添了别样的温情 就在活动即将拉开序幕的关键时刻 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 一位步履蹒跚的老奶奶 手中紧紧握着一束精心编织的小花 缓缓走向了舞台中央的赵丽颖 周围围观的粉丝们看到这感人的一幕 不约而同地安静下来 自发地为老奶奶让出一条通向偶像的道路 他们热心地帮助她联系上了活动的工作人员 确保她的爱心能够顺利传达 老奶奶得知自己的小小举动能被偶像接纳 眼眶里闪烁着激动的泪水 那份真诚的情感深深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这一幕感人的画面 被在场的媒体和网络上的观众捕捉 并迅速传播 引发了热烈的共鸣 网友们纷纷发表评论 感慨道 这就是偶像的魅力所在 它能跨越年龄和背景的界限 把人们的心连在一起 传递出满满的正能量 甚至有人提出建议 未来的粉丝活动 应该更多地融入这样温暖的瞬间 让每一份爱都得到尊重和珍视 尽管活动已完美谢幕 但关于偶像与粉丝之间关系的讨论 并未因此平息 有人担忧过度的热情 可能给偶像带来压力 但也有人坚信 粉丝的热爱是偶像追求梦想的动力源泉 这场利好图景 无疑引发了人们对偶像与粉丝关系的深入思考 无可否认的是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现实中 偶像与粉丝之间的那份真挚且动人的纽带 其价值和稀有性不言而喻 这股情感纽带犹如一道璀璨的光芒 照亮了他们各自的宇宙 也让旁观者感受到那份独特的温馨 然而 对于这种关系 我们不禁思考 理想的界限和交流模式应该是怎样的呢 一方面 我们或许倾向于保持一种适度的距离 这样既能确保双方都能独立成长 又不会因过度依赖而失去自我 另一方面 我们也期待着更紧密的互动 通过共享和共创 为彼此的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和意义 所以 平衡与交融或许是最佳选择 既能保持那份纯真的情感 又能推动彼此的进步和发展 毕竟 真正的艺术在于共情与共鸣 而不是束缚或疏离 2 赵丽颖南京旁活动火爆 无数粉丝提前数小时到场之 为抢占C位 赵丽颖重返江湖 南京城也因此沸腾欢腾 这南京城今日格外热闹 原因无他 只因为那位传说中的赵满楼主人赵丽颖 要在精英世界举办一场盛大的活动 活动还未开始 这场面就已经让人惊叹不已了 商场里人流如之 确实名副其实地称为赵满楼 八层的空间里人群吸扰 试想 一个普通的父亲 本计划在周末带家人去商场逛逛 享受一下亲子时光 然而一道精英世界 他顿时目瞪口呆 从一楼到八楼 场面热闹非凡 简直是人头攒动 磨尖皆种 每层楼的围栏边都挤满了密密麻麻的人群 即使用高倍照相机也几乎变不清方向 更别提看清楚舞台上的赵丽颖了 这位父亲在朋友圈里调侃道 我可是来逛街的 不是来经历春运的啊 这番话一出 立即引发了广泛共鸣 网友们纷纷评论 赵满楼 果然名副其实 粉丝们热情高涨 提前数小时便已站好位置 赵丽颖的粉丝们对她的喜爱真是无与伦比 尽管活动下午3点才开始 商场外在上午9点40分就已经排起了长队 一些粉丝带来了小板凳 另一些则拿着应援物 甚至还有人直接开启了直播 与线上的朋友们分享这份激动 更有甚者 为了抢占一个好位置 前一天晚上就已经来安营扎寨了 这一幕 让人不禁感叹 赵丽颖的魅力 果然无人能挡 应援物资短缺 粉丝们巧妙应对 随着人群不断涌入 应援物很快便供不应求了 那些晚到的粉丝们看到空空如也的领取点 脸上满是失望 然而 不必着急 咱们粉丝团里可有许多聪明才俊 一位机敏的粉丝突然大喊 没关系 那边有刀割和影 此言一出 周围立刻响起一片笑声 粉丝们亲切地称呼某位摄影师魏刀割 他以一流的拍摄技术 总是能够捕捉到赵丽颖最迷人的瞬间 尽管未能获得应援物 但能够与刀割和影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活动取消 活动取消引发风波 真爱粉纷纷哭喊我只想看赵丽颖 就在大家满怀期待 准备迎接赵丽颖到来之际 突然传来了消息 由于不可抗力因素 活动取消了 这一消息犹如晴天霹雳 现场瞬间陷入了沉寂 然而 不久便有粉丝大声喊出了新声 我想看赵丽颖 这声音穿透了人群的喧嚣 触动了无数人的心弦 尽管活动未能如期举行 但这份对偶像的热爱和支持 却让人感受到了满满的正能量 赵丽颖在南京举办的线下活动场面 一场火爆 再次印证了她的超高人气和巨大影响力 然而 这一热潮背后 我们有必要深思 是什么促使粉丝们如此热情 是纯粹的喜爱 还是对明星光环的盲目追捧 在享受追星乐趣的同时 我们是否应保持理性和清醒的头脑 毕竟 生活中不只有追星 更多美好的事物 同样值得我们关注和追求 希望每一位粉丝在追星的同时 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平衡点 让追星成为生活中的一抹亮色 而不是全部 感谢观看